现年69岁的香港艺人钟振涛与太太范江苏珍是在2014年结婚 转眼间二人也已经是走过了第八年 婚后二人公寓有两个女儿 一家四口非常幸福美满 前段时间 陈秋霞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41年前的结婚照 以此庆祝与纪念结婚41周年 照片中的陈秋霞穿着80年代盛行的婚纱款式 整个人看起来显得清纯而美丽 照片之下 陈秋霞留下了简短的感慨 他写道婚姻是要两夫妻一同用心经营 41年的付出 带给我一个温暖的家 让我感恩无限 别看这段话很简短 但是凝聚了很多的感悟 既有夫妻的相处之道 也有他41年来对婚姻生活的感受 可想而知这些年陈秋霞过得还不错 重要的是 遇到了一个对他不离不弃的丈夫陈秋霞年轻的时候 颜值相当高 气质清纯脱俗 入行没多久 他便被挖掘当演员 那些年 他先后参演了多部电影 灵动的表现让人印象难忘 在电影《秋霞》中 他的演出精湛 这也让他得到外界一致好评 拿到了影后的殊荣 拍戏期间 陈秋霞与男主角钟振涛擦出爱的火花 两人很快发展为情侣关系 可惜 当时大家都处于事业上升期 总是聚少离多 不久后感情就变淡 继而分手收场 非常难得的是 他们再见也是朋友 多年后曾在谭永林的撮合下同台合唱 告别钟振涛后 陈秋霞与百亿富豪钟亭森相识相恋 两人于1981年正式登记结婚 婚后他随老公定居国外 并育有三个女儿 结婚多年 夫妻俩始终恩爱有加 是公认的模范夫妻 前段时间 两人迎来了结婚41周年纪念 陈秋霞在社交账号上晒出多张照片 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2017年6月 陈秋霞确诊患上了乳腺癌 他接受手术与化疗 药物反应令他脱发后 再生的头发变为了银白色 这位银白短发抗癌永世 以阳光般的积极心态面对癌病 陈秋霞接受马来西亚光明日报专访 分享抗癌经历 自报接受手术时最担心的是 长时间的手术令皮肤干燥 为此 医生特许他敷着面膜做手术 他接受港媒访问谈到 病了就去看医生 癌症不一定要绝望 不要轻言放弃 我还有明天 他之后受防坦炎 为治疗切续 佐乳与肿瘤 遗嘱也早在2007年去西藏工作前就立好了 态度相当乐观 而如今陈秋霞的病情也已受到控制 令他感到踏实与幸福 不过 在这段感情之前 陈秋霞还和钟振涛有过一段感情生活 先来说说两人的经历 1953年 钟振涛出生于香港 家境优渥 父亲钟时全是当地有名的收藏家 房地产商人 并与知名画家张大千有着一段不浅的渊源 当年 张大千和一些书画名流南迁至香港 人生地不熟 钟时全得知后不仅租房给他们 还帮助及成立书画文物艺术展 为了感谢钟时全的帮助 张大千赠送其大量作品 于是 别人千金难求的书画 钟振涛却能日日看着长大 钟振涛的童年过得很幸福 胸有地公 庸人成群 还拥有同龄人没有的自由 想唱歌就唱歌 想学乐器就请人来教 哪怕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父母离婚 他依然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 钟振涛本应该和弟弟一样 跟着妈妈去美国 但他不愿成为妈妈的负担 而选择独自一人留在香港 既然已经选择了要独立 钟振涛便不愿意再向家里伸手要钱 到了15岁就开始资历更生 未成年的孩子很难找工作 更何况他自小养尊处优 苦力活肯定是干不了的 好在他喜欢唱歌且唱功不俗 很幸运地被一个小酒吧选中当了助唱 开始的时候钟振涛还不适应 等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 他却乐开了花 足足有600块 要知道别的同学一个月的生活费 也只有两三百而已 他越来越觉得 唱歌是个好工作 不仅轻松有钱赚 还不影响白天上课 同时和钟振涛一样 在酒吧唱歌赚钱的还有陈百祥 陈百祥这时已经在酒吧唱了两年 正到处拉人组建自己的乐队 而他未来的队友谭永林刚从美国休学归来 正满大街的给人送邮件 就在不久后 陈百祥和谭永林将组成乐队 1973年 在酒吧唱了五年的钟振涛一小有名起 开始有顾客专门跑来听他唱歌 而从新加坡读书回来的谭永林 不甘心前乐队就此解散 正到处寻找新成员 在酒吧经理的介绍下 这两人碰到了一起 谭永林问他 想不想加入我们的乐队当主唱 Loser's乐队曾风靡一时 谭永林是谁钟振涛自然知晓 所以在接到邀请的时候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从那一刻起 钟振涛觉得自己可能真的要火了 基于上次的失败经验 原Loser's乐队更名温娜乐队 取于Winner的谐音 钟振涛加入温娜后 一路高开 不仅签约了宝丽多唱片 还多了主持 演习两项副业 温娜乐队解散之后 钟振涛的演艺事业一点都没有受影响 反而 拓宽了的演艺主线 不仅以个人形式 发布了多张专辑 还将部分精力用在了影坛 在华语影坛 钟振涛出道便是巅峰 一战成名的他 不仅获得了华语演艺圈最高的奖项 儿臣秋霞 1957年出生于香港 从小致力于对音乐的学习之中 七岁便自发性找老师学钢琴 中学时代就开始展露自己娴熟的钢琴技艺 1975年参加了香港音乐比赛 凭自己作曲兼主唱的英文歌 参加无线电视主办的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 获得了钢琴组合作曲组的双料冠军 更代表香港赴日参加世界流行歌曲创作比赛 1976年 台湾导演宋存寿发掘了他的表演天赋 让他演出根据自己的故事改编拍摄的秋霞 这是他出道的第一部电影 这也使他获得第14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 创下了影龄最短的影后记录 陈秋霞和钟振涛两人在拍摄电影《秋霞》时因戏生情 两人的恋爱没谈多久 陈秋霞就带着钟振涛回家见了父母 钟振涛想着总要带些礼物 便买了半打蛋挞 到了家之后 大家都只顾着聊天 蛋挞放在桌子上没有人吃 没想到这个愣小子竟自己吃了起来 直到连吃了四个后 他才惊觉尴尬 陈秋霞的父母反而觉得这个小伙子可真实诚 越看越喜欢 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两个人都觉得很开心 想着不出意外就可以奔着结婚去了 结果还是过不了居少离多的这一关 虽然二人最终走向了分手 但他们并没有因为分手而闹僵 再见一世朋友的他们在2006年还曾在竞歌金曲中同台合唱 而在分手之后 二人也是有了各自的新生活 1981年是陈秋霞一生中颇为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他嫁给了大13岁商人钟庭森为妻 钟庭森现为马来西亚金师机构的董事主席 钟庭森创办的百胜集团自2005年11月在香港上市 股价就不断上升 其身家估计有180亿 在结婚之后夫妻二人育有三个女儿 事业如日中天的陈秋霞选择了隐退之路 从此在娱乐圈消失并移居马来西亚 现在的陈秋霞虽然留着一头银白色的短发 脸蛋和身材都微微发福 穿着普通 俨然一副普通老奶奶的模样 只有他笑起来的时候还能窥见一丝年轻时的甜美 陈秋霞的精神状态非常不错 并且仍然优雅 有气质 从陈秋霞的近况可以看出现 如今的陈秋霞真的过得很幸福 特别是病育之后 他变得更加珍惜当下 享受当下 随后陈秋霞还与老公移居马来西亚 婚后的陈秋霞共为对方诞下了三个女儿 之后陈秋霞就过上了阔太太的生活 专心在家乡夫教子 不过陈秋霞的生活并没有因此一帆风顺 他在2016年不幸患上了乳腺癌二期 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化疗 这也导致了他出现了黑斑 头发 眉毛脱落等问题 但对于病情 陈秋霞是非常乐观面对的 并且在病育之后 他也没有选择再染发 而是以自己最真实的样貌是人 从他的近照可以看出 现年64岁的陈秋霞虽然留着一头银白色的短发 但精神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仍然优雅 有气质 并且在陈秋霞的脸上 也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岁月的痕迹 他并没有刻意地想要去修饰这些痕迹 相反他更多还是追求自然的感觉 从陈秋霞的近况可以看出现 如今的他是非常享受生活的 特别是病育之后 他变得更加珍惜当下 享受当下